发射核武需要用到三部分密码 楚风有点发猛 在这之前还真不知道 这个军方最高负责人 只有一部分密码 真要启用核武的话 还需要另外两部分密码 程序非常严格与复杂 还好 这个导弹基地的核武密码 都可以在雅典获得 欧洲高层给予这边很大的权限 完整地掌握在希腊人手里 楚风走了一趟 虽然很折腾也很麻烦 但终于搞定 准备放炮仗 楚风即将还以颜色 他觉得最好能将神城 还有圣药园从大地上抹掉 他再次联系黄牛与大黑牛 这两天尝试数次了 但都没有成功 他吃了一朵花蕾 就发烧昏迷数日 两头牛各自吃下两朵 声讨完梵蒂冈后 就再也没有出现 他估计在激烈进化中 这一次还是没有联系上 楚风遗憾 还想让两头牛在别人之道前 先行喜悦一下呢 这里的核武真不算少 天地一变后 先后有王级生物图成 所以欧洲这边在一些区域准备充足 用以防范那些凶残的兽王 发射 嗖嗖嗖 这可不是一枚核导弹 而是十几枚 先后飞了出去 目标就是梵蒂冈 席勒目前占据教廷的神城与圣药园 不用多想 照这么下去以后 必然会进化成为 这个世界最强大的生物之一 现在楚风想打掉它的根基 导弹一路无阻 并未被拦截 后来被人发现了 有卫星监控到那惊人的画面 着实惊呆了欧洲一些人 不少议员震惊地跳了起来 上帝发生了什么 这是谁下的命令 快拦截啊 曾经在席勒的影响下 下令将楚风他们击落下来的部分高层 此时感觉毛骨发寒 因为这一次的导弹目标是席勒的神城 这要是落下去 估计足以将那里抹平数百上千次 神啊 已经来不及了 那片神话之地将从大地上彻底消失 西方部分议员慌了 这绝对是大事件 究竟是谁的下命令 轰 轰 轰 这一日 今天的蘑菇云在西方腾起 震惊全世界 天啊 西方发生了什么 核武大爆炸 蘑菇云一朵接着一朵 笼罩梵蒂冈 消息传出 整片世界都被震撼了 这让人觉得疯狂 十几枚核导弹 全部集中发射向一个地方 所有人都觉得像是在梦境中 这太不现实了 即便是世界大战 也不至于这么奢侈与浪费吧 狂轰滥炸 这可不是一两枚 而是一个核导弹群 这东西居然用群来衡量了 可见多么的严重 足以吓死人 教廷神城所在的整片亚平陵半岛 都在震动 赤盛的光芒冲入高空 动静太大了 根本就瞒不住 人们不知道缘由 也不清楚结果 只看到了这个恐怖的过程 很快各种蘑菇云照片 就挤爆了网络 全世界的人都被惊呆了 想来那炮掌非常美 可惜我没看到 楚风自语 他在等待结果 那么多核导弹下去 难道还消不平神城吗 全球各地所有人都想知道 究竟是什么原因 会发射这种大杀器 难道西方对梵蒂刚不满 对他下手了 西方一些议员 第一时间辟谣 跟他们无关 有人擅自发射核导弹 他们表示抗议 强烈的谴责与愤慨 所有人都梦了 不是他们 那是谁干的 东西方都轰动了 各大财阀则心中都有想法 第一时间就猜测到 有人在报复梵蒂刚 哪怕梵蒂刚指责 是楚风与两头牛触动 禁止导致的灾难 造成亡极生物碟穴 但是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判断 尤其的黑龙王 北极王率中东征后 一些人心中有数了 抱得好啊 痛快 最好将席乐送下地狱去 再也不要出现 东方有人拍手称快 许多人都很激动 究竟是谁干的 实在胆大包天 全世界的目光聚焦梵蒂刚 都想知道最后的结果如何了 楚风也在猜测 那里怎样了 后文明时代 核武的威力是毋庸置疑的 正常情况下来说 足以抹平一地 就是亡极生物 也只能靠神诀提前躲避 真要处在核保中心 温度上亿 会被直接蒸发个干净 什么都剩不下 当初 苍狼王能活下来 就是靠神诀逃到核保外围 而且那里有一道地缝 通向地层深处 让他躲过一截 即便如此 他也失去半截身子 楚风与黄牛他们 上一次能活下来 也是因为提前以神诀避险 先跳下了飞机 不然肯定会化成灰烬 现在 神诚就在那里 不可能一动走 楚风不相信 他能安然无恙 当蘑菇云消散 烟尘落地 这片地带能被看到了 有卫星捕捉到的画面 显露出梵蒂冈如今怎样了 人们倒吸冷气 那里有一座城 在散发微弱的光 它居然还在 没有被抹出 而在它的周围 广袤的原始山林 都消失不见了 成为一片废土 寸草不生 景象恐怖之极 他还在 楚风眼睛射出神芒 握紧拳头 有些不甘心 不过 他也发现了异常 神城还在 但是却残破了 并非没有损失 许多古老的建筑倒塌 更有些地方 化成残碎之地 被轰炸得不成样子 他之所以能幸存下来 那是因为 有一股神圣能量弥漫 张开后形成光幕 守护整座古老的城池 只是 年代太久远了 而今天地才复苏 那股神圣能量源 无法同西年相比 所以没有彻底防御住 而且 这股复苏的能量 被消耗得差不多了 圣药园同样差不多 有些导弹在最后时 穿过神城的防御区 落入圣药园 让那里残破不堪 世界各地 都陷入短暂的寂静 这得是多么可怕的一个地方 那么多核导弹 都没有能将它彻底摧毁 镇住了各大势力 不愧是出过圣人的宗教 有人叹息 这个地方让人敬畏 是一片笼罩着神话迷雾的圣地 西方世界被震撼 各种声音起出 最后彻底沸腾 东方 许多人都觉得十分遗憾 席勒就是一个祸胎 应该抹除它与那里才好 可最后却功亏一篑 发射 处风低雨 进行最后的尝试 还有五枚核导弹 在这里没有启用 因为它怕那么多密密麻麻挤在一起 难以发挥出最大的效果 之所以有这么多 都是因为天地一变后 为防受亡图成准备的 欧洲一些重要的军事基地都储备了足够多 嗖嗖嗖 五枚弹道如同抵天神剑 腾空而起 向着亚平明半岛飞去 目标依旧是梵蒂冈 卫星最后 虽然捕捉到了五枚导弹的飞行轨迹 但是相关人员早就走神了 根本就没有怎么留心 正常情况下想拦截都很困难 更何况现在呢 此时各地嘈杂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梵蒂冈 讨论神城的事 猜测究竟是谁干的 最终 五枚导弹飞来 扑向叫停的神城与圣耀员 哄 当蘑菇玉再次腾起时 全世界都安静了 接连五朵云 在这片神话之地腾起 发生激烈的大爆炸 这一次人们真被吓到了 接二连三啊 一波又一波 这是哪位狠人 不将范蒂刚神城推平 事不罢休 西方早先跳脚的议员 这一次头皮发麻 没敢再抗议于谴责 甚至都没有吱声 因为都毛了 这个狠茶子 让他们恐惧 惹不起这样的祖宗 一言不合就开诈 他们估计叫停的神城 这一次保不住了 这也意味着 喜乐想成为无敌强者的希望 可能要破灭了 当烟尘散尽 蘑菇云消失后 人们看到范蒂刚现在的样子 都张口结舌 整片神城被扫平 除却一座灰红的大教堂外 所有建筑物都崩碎了 化成废墟 这片地方断壁残垣 瓦砾遍地 这一次城中最后的神圣力量 彻底被耗光了 这里从今以后不再设防 至于圣药园则更惨 被削下去 不知道多少杖身 成为焦土 到处都是放射性物质 所有生命契机都消失了 复苏的神圣古树 都被打得一招回到解放前 缩回地底深处的结界中 短时间难以再生根发芽 可以说这片古地被抹平了 啊 这一日 有人在黑龙王的巢穴附近 听到席勒的怒吼声 恐怖之极 如同魔神在哭嚎 震动这片大地 很久以后 席勒才恢复平静 他自语道 天下明山与仙岛何其多 还有蓬莱 昆仑 大西州等地 我的道路不会断 也是在同日 西方一座很破败的教堂中 有一名老者睁开眼睛 射出两道金色光束 他轻语道 道路偏了 范蒂冈回归正途 西方世界 如同山崩海啸般 所有人都坐不住了 一片喧嚣 各个阶层都在热议 今天发生的事情太恐怖了 赫赫有名的范蒂冈 连教廷传说中的神城 都被生生扫平 人们无心工作 也无心休闲游戏了 都在讨论 莫不想知道 这是谁做的 这比十八级龙卷风 还要惊人 东方更是沸腾 各路人马都在谈论 究竟是哪个狠人出手 许多人兴奋 这样强势出击 估计会对那些野心勃勃 要东征的人 造成严重打击 他们兴师动众而来 结果后方出大事了 东征军的确毛了 很多人深感不安 这太可怕了 今日范蒂刚被人给抹平 明天说不定 就是他们的老巢被灭掉 哈哈 痛快啊 这是谁做的 算是替我兄弟报仇了 楚风你死得好惨 走得太早了 大黑牛进化结束 复苏了过来 大笑个不停 但也有些伤感 遗憾楚风死在西方世界 很快 黄牛也醒转了 许多人都在推测 那个狠人是谁 但是却少有人会向 楚风身上联想 毕竟他已经死去了 只是 也有例外 比如胡生 他还在顺天 跟熊坤 陆晴等一些异类小剧 今日他的话语 又有些少了 狐狸 你又怎么了 今天看那炮仗 在西方升起 多痛快 该笑一笑 熊坤大笑道 他们十分厌恶 东征军 那些人野心勃勃 妄想染指昆仑 让东方的这边 不少人敌视 也包括一些异类 是啊 胡生你怎么了 又不爱说话了 旁边有人拍了他肩头一下 我觉得 这个狠人的风格 似曾相识 不是很陌生 胡生小声道 啥 你有线索 像谁 熊坤顿时瞪远眼睛 小声问他 东海之盼 林诺依长裙飘舞 看着一望无垠的东海 略微出神 他也在猜测 西方 整片世界都仿佛在地震 这次事情闹得太大 毫无疑问 东征军士气低落 被严重影响到了 哪怕黑龙王与北极王 先后鼓舞士气 效果都不大 直到有绝世强者 在此时表态 依旧要东征 这才让他们精神大振 老狮子开口 他宣告 不久后 要踏上昆仑山主峰 在21年前 就激进无敌的强者 这番表态 实在有些害人 他下定决心要进攻昆仑 不受这次事件的影响 并且 老狮子说出 黄金狮子已经先行上路 嗯 东方的万神之乡 对我等的诱惑力太大了 我明白老狮子的心情 需要去那里化身 一座古堡内 老西血鬼王点头 看起来像是个绅士 金色长发飘舞 面孔雪白 瞳孔幽碎 这一日 他也表态支持东征 并且宣告 他的后人已经上路 他炼制一剑血族秘宝后 也会赶去 印度的古瑜伽大师范林 也意志坚定 并未放弃 他更直接 早已踏上征程 他对外宣称 是大饭天在指引他前进 要去万神之乡 接引神灵回归 楚风得到消息后 不管外界如何喧嚣 他带着灿烂的笑 也动身了 前往那条通向东方的峡谷密道 他准备等在那里 截杀黄金狮子 还有那些小吸血鬼 外界在沸腾 各种猜测 以及八卦满天飞 但是他却很沉地住气 一个人安静地上路 要镇压走向那条要道的猪王 然后再来一个人安静地下销